在打完栗戰之槍之後呢我們再來打一個栗戰之書吧 他的地點是在這個地方西亞特伯利茲 那栗戰之書的NPC怕的是短劍跟瘋 那短劍的話呢基本上倒子也比較多一點 那我一樣我是用這個黃金陣容這個 斯凱亞克羅五星的他的技能呢有這個 四連擊的破風之死 然後五星的維歐拉可以降防然後三連擊 然後西斯克特是倒賊 還有這個是好像是六抽還是七抽抽到這個妮可拉 那四星的角色我選擇用這個 溫格特因為呢他在後衛的話會強化前排的這個破防攻擊 破防攻擊的話我給誰啊等一下喔 我換一下這個隊列好了 我覺得斯凱亞克羅破風之死 還是西斯克特威力比較大誰的傷害比較大 我選擇西斯克特好了這個樣子 因為他的等級比較高嘛 嗯好啦隨便啦 然後呢這個是阿茲萊特 阿茲萊特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齁 欸等一下等一下我忘記設定了 欸欸已經存了是不是 這個阿茲萊特的話呢是我有練喔 我原本想說是練他是跟這個索菲亞搭配齁 因為他破防的時候呢這個怎麼講呢這個交換的時候 他會讓這個冰屬性強化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被動技能喔這一招 前後衛對前後衛賦予冰屬性傷害20%的效果 所以說我覺得我練他是為了要跟這個索菲亞搭配啦 那不過呢這個的話呢就是敵人又不怕冰 所以純粹就是把他當作是一個破防的角色使用喔 好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那至於說這個 這個諾艾爾齁他是四星的齁 但是他的技能有這一個瘋的這個攻攻擊 單體瘋攻擊還有援金摧毀 援金摧毀的話是降屬防 他還有什麼技能可以用啊 我好像沒有點什麼他的技能喔看一下喔 特殊能力不用 呃這個是瘋 瘋耐性破壞好像 全體瘋耐性破壞才15%喔 有點不用單體單體 好啦該點都點了 好啦那我們就試試看吧 用這樣的陣容打 可不可以咧 好挑戰看看喔 力戰之輸 OK贏取 好打囉 他來告訴我蘇吉的重量 好那這個是短劍加上瘋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先來個先來個破防好了 第二回合就會破防了 所以我們先降他防禦喔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的尼可拉 尼可拉小紅帽 他就有普通單體4連擊喔 那至於說我們的這個老頭的話呢 就三重炸裂齁 穩穩的打三下 好痛喔 好我要上支援者了齁 降你的屬性防禦力 到時候我用破風之死 然後這個呢 降你的屬攻跟屬防 其實我主要是降屬防啦 等一下等一下 單體弱化就好了 然後你的話嘛 好 破防 提升一下物防 再降你鼠攻 速度下降 好 鼠防降很多了齁 好 再來呢 我要用哪一招啊 風屬性魔法 這樣子 Max 然後再來 這一個的話呢 就 防禦削弱2 好像就普攻了嘛 對不對 還是用這個啊 這個好像傷害比較大一點 那你的話呢 活力搶奪 我沒有用過這一招耶 這是小紅帽的招式 他是會把人家傷害吸HP 然後呢 HP這個轉換 這樣子 然後我們換個位置 希斯科特 希斯科特我們就給他來一個 暴風炸裂 威力80 不夠高 三重炸裂 65 那如果是一般短劍的 70 120 史上是360 那如果說我是這個樣子呢 360 這樣是200 所以我用三重炸裂可能會好一點 對不對 那如果是暴風呢 暴風才兩次260 好 三重炸裂 Max 這樣子 好 就這樣子喔 輸出囉 還有什麼支援者可以用一用 他怕短劍喔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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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這個 出身西方的士兵 單體攻擊 好啦 隨便叫一下啦 這樣子 這樣子一萬耶 喔喔喔喔 不錯誒 搶得不錯喔 好爛喔 NPC才200多而已 好 那 那再來呢 我們來個破風之子喔 四下破防 那你的話呢 你就兩下 然後你就這純粹就是破防了 四下 然後你也是四下 蜘蛛毒牙 欸蜘蛛毒牙不行 這只有打一次喔 這是打一次還是打四次啊 等一下等一下 這樣子四次啦 哎呦呦呦 護攻鼠攻提升 我降物理速度是不是應該在這一回合 欸已經破防了 糟糕 已經破防了 哇 那我的debuff是不是太晚上了 這邊應該怎麼辦呢 普攻你 普攻你 我們看一下 破風之死MAX 然後 活力搶奪240 再來是三重炸裂 然後 直接搶奪 降你的 屬房 欸 我的時機點好像都叫錯了齁 我應該在破防前叫的啊 管他的齁 我差不多我要給他降物理防禦了 然後呢這一樣破風之死喔 打四下 然後我要給你降防禦 這樣子 喔這活力搶奪不錯欸 我的HP都滿滿的欸 那我繼續四連斬啊這樣子 三重炸裂 雙重自家 來一個蜘蛛毒牙好了齁 然後支援者給他叫一個 出身西方的士兵齁 砍一下 好 這樣子 唉唷好痛喔 好蠻吸齁 還好他沒有用三連斬齁 我撐下來了 降你速度 好 再來破風之死 降你防禦 再降一次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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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躲到後面去去補血吧 好 鼓舞一下齁 增加我的這一個 這個這個防禦 然後你要躲到後面去嗎 好像也不用齁 繼續搶奪 活力搶奪 然後我們就來一個三重炸裂了 欸搶過來了 吸血 好 終於了 風屬性MAX 然後 你是怎樣 這個就短鍵攻擊 這個的話 繼續存著你的BP好了 活力搶奪 威力好像比較大一點 三重炸裂 蜘蛛連牙好了 降到 降他速度 好 下一回合呢 他還是會先攻擊喔 我們看左上方這個地方 所以我降他速度好像幫助好像沒有用齁 因為有網友跟我講齁 當你破防的話呢 你就會是第一個行動齁 破防之後你就一定是第一個行動 那就怎麼辦呢 欸 沒關係齁 我們就 降他防禦兩回合 好 兩回合破盾 四下 這一個的話就 三重炸裂 蛤 魔法逆襲姿態 糟糕 啊 挖賽挖賽 欸屁啊屁啊 這是什麼 魔法逆襲姿態 哇 哇 我死光光了 哇 不能使用魔法喔 應該要看攻略的啦 所以當他那個這個 這個血降到一定程度之後呢 他會 他會反擊所有的魔法喔 那我完蛋啊 那我怎麼辦 那我不用打啦 我的阻力都死光光啦 哇 這也太可怕了吧 關係關係變差了齁 哭哭啊齁 等一下我看一下 看一下我的角色喔 我去睡覺我去睡覺 好 好啦 應該看攻略啦 就是 他有這一招喔 我還想說這個 大概這個 敵人都是這個樣子 那看來我們還是要看攻略啦 這就是沒有看攻略的這一個 這個後果 好 知道了齁 就是差不多血少的時候呢 那就 不要用風屬姓了齁 那這樣子也是很麻煩耶 沒有風屬姓的話 傷害會下降很多耶 我覺得很過分耶 魔法逆襲三下 我看到那個很後期的這個敵人啊 也不過 大家的血量都是三四千而已 這個是 這次肯定是直接秒人的嘛 對不對 好 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 好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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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風之死 然後 降你防禦 音速 三連擊 看一下喔 蜘蛛毒牙 降你屬房 這一個 巨猿的接待員 好 差不多囉 差不多囉 降防降防 然後呢 這一個就是 普通攻擊就好了 你的話呢 破防 三重炸裂 三重炸裂 好 大風吹 大風吹 這一個的話 雙重廣裕炸裂 雙重廣裕炸裂 好 然後這個就是用 看一下喔 音速 這樣四下是360是不是 這樣350 那我還是用活力搶多好了 這樣子 不過他剛剛普通攻擊 他也使用那個 蘇的 那個火魔法三連擊 這個我也扛不住耶 這個我也扛不住耶 降你防 四連擊 就算我不用 我不用封魔法 到時候 他使用那一招 我還是死啊 那怎麼辦 怎麼辦呢 扇子 破防 我幫他講說 應該穩贏了 嗯 普攻就好了 好 好 他要開始反擊了嗎 喔怕 糟糕 怎麼辦 我先 我先降你的 降你的鼠攻好了 因為我不確定你會不用這一招 然後四下 打四下 支援者 鼠防下降 鼠防下降已經沒有意義了 單體攻擊 還好還好我沒有用 魔法逆襲之菜出來了 我知道了啦 要在他破防的時候使用那個魔法攻擊啦 那所以我現在我就 我就存體力吧 那我就一直弱化你一直弱化你 我看一下 我必須要在這一個階段給他破防 不然他是第三個出手 那我就死定了 雙重短劍 對不對 雙重短劍 那你的話呢 你也是普攻 這樣子 這樣子兩下可以破防 你看我們的順序嘛 1 2 3 他是第三個出手 好這樣子的話呢 我這個 給你來個蜘蛛毒牙 不過好像沒什麼用耶 阿麥下毒一下好了 好破防了 你在暈的時候會反擊我嗎 我不信 破風之死 然後先躲到後面回復SP好了 全體物防提升 然後活力搶奪 搶你的 好這樣子 OK 好 他沒有什麼物理反擊吧 有物理反擊我就不玩了 不要這樣子喔 那 那我現在只能繼續叫你的鼠攻跟鼠防 那不然怎麼辦 然後 這個 繼續破防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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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完了 出身西方的士兵 用光光用光光 又是魔法逆襲 你該不會有物理逆襲吧 好之前是不是用完了 他是第四個出手 第四個出手 還好我有雙重短劍 阿剉賽阿剉賽阿 我有雙重短劍但是 哇糟糕 可是我不夠四點耶 阿我沒有算好 那那那那剎羅呢 夠夠夠夠夠夠 喔還好我有西斯科特剎羅 這樣子的話呢你看 西斯科特一下 然後呢 你一下你兩下 這樣四下破防 那你在後面的話 那我應該可以用風啊 因為這時候你已經破防了 對不對 喔我們來看回合術喔 欸破防水 好來囉 破風之死 欸這樣子好可怕喔 那我看我還是留一些攻擊力好了 留一些BP好了 免得到時候算錯 火力搶躲 火力搶躲 我看我這個不要用BP好了 我直接用 欸沒有啦三重炸裂 這個這個影響不大 還等一下我 我SP夠不夠 好應該夠應該夠 好這是最後一次破防了 好最後一次破防了 再來的話 我還是只能繼續 繼續降他防禦啊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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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沒有什麼支援者可以用了 欸有欸 笑咪咪的雜耍師欸 唉唷 連續三下短界物理攻擊 讚咧 好下一回合 OK我們是 我們前面還有兩個人齁 這樣子 那就打你一下 這個呢 用什麼都可以啦 反正你 你只剩兩點了 再來這邊的話 我們就音速衝擊 然後我已經可以用破風之死了 為什麼可以用呢 因為我是在 欸不對不對不對 欸你是在前面喔 欸不過 不過前面也已經破防了 第一個然後第二個 然後你破防 我使用破風之死 算了我 我用這個 風魔法單體就好了 好就這個樣子齁 確定可以破防齁 看一下 1 2 3 好破防 沒有問題 一下 啊終於過關了 耶 好 之前都沒有仔細看這個 這個這個回合的順序喔 好 真的是很珍貴的書喔 好 那如果說想要再打的話 就是收服它 然後再把 這個這個放掉 然後再打 再放掉 再打再放掉 不過應該應該不會 不會不會那麼顯啊 來看一下喔 信件也來了 運營的信件 有8的日子是紅寶石的日子喔 現在已經是12點喔 我已經玩到過一天了 OK 好 我這個就是慢慢錄就好了 我覺得很放置啊 通知喔 1.4內容前瞻 我剛剛也錄了一個影片 好 那我們要給誰裝備呢 當然是給我們的 索菲亞啦 索菲亞超級冰屬性喔 但是呢 接下來1.4版呢 有那個賽拉斯瑤出來了 好我們看 旅人列表 來看一下喔 我們的這個 索菲亞在什麼地方 在這裡 天地萬有之書 60級 我給他換一下 栗戰之書 哇 喔 鼠弓加75 真的是超強的 好裝備一下 栗戰之書喔 OK好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那下一次我打這個栗戰系列呢 我會先去看攻略齁 不然這個魔法逆襲 被直接被秒殺 三次這個全體的那個火大魔法 那真的是扛不住喔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